而除了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之外呢 民进党全代会最重要的还有 中常委跟中志伟的改选 这次呢各派系的竞争都很激烈 现在中常委中呢 清朝流占三席分别是段一康 胡思尧 严小金 苏贞汤人马呢 蔡献号有一席 而绿色友谊连线则是何志伟 谢系及游戏各占两席 而成绩系统呢只有李清福 当主席蔡英文在上阶改选时 但出权力核心 所以没有推出人选 而这一届改选 新朝了希望保留三席 苏系人马除了这个蔡献号 还要再抢一席 绿色友谊连线也要保住一席 游戏谢系则希望保两席 而局系则推立委邱逸赢 不过呢 英系这次是立推 苏家全跟立委陈明文